收餅新鮮出爐 工作人員忙分工裝餅 这间走过半世纪多的老餅店 是以精致绵密的制本品文明 已经传承到第四代 而高雄气爆事件发生之后 第四代的经营诊 也投入灾区当志工 干出良多 因此决定要发起供应募款活动 预报两天之后我去做义工 那收餅在那边的事情 蛮复杂的 因为前面大家情绪都比较低迷 那就希望可以尽一分心力 17号当天在秦美术馆 业者将准备500盒的月饼礼盒进行义卖 所得全数会捐给台中市独居弱势年长者 以及高雄灾区的年长者 而由于8月的第四个新旗帜 也是适逢祖父母节 因此当天还设计电话关怀活动 五折麦币 那一天如果你打电话关怀 你们家的长辈 那我们会用对着卖给 卖给你们 那全部的所得 全部我们就捐给高雄灾区 饼的组合礼盒 那里面会有蛋黄酥小月饼 太阳饼跟香Q饼 我们是那个小月饼跟蛋黄酥的创始店 那我们的那个小月饼 是用白凤豆沙下去做的 那它的特色是非常绵密 那是跟是其他家的饼店学不来的这样子 很多人忙于工作 忽略对家人对长辈的关怀 夜九陪伴推活动 就是希望借由低价好康 也唤起台湾人重视亲切的可贵 夜九改变一望的促销策略 追回该打柔性诉求 就是希望能够将消费者的心 跟荷包都给一望打尽 这里这样台中自风道